位于台南六甲的这间诊所 专门治疗和预防中风 有名道外县市的病患 特别前来看诊 治疗中风的民意诊所 如今被爆料 治疗夸大不实 离职员工向周刊检举 诊所号称打针可以预防中风 诊剂没有标示来源 只说是人参造肝 一针自费两万三 不只打一针 整个疗程下来 动辄一二十万 面对质疑 诊所人员出面澄清 诊所人员拿出了这一盒 人参口服液 包装外清楚写着食品 也有标注产地和制造日期 强调是辅助的产品不是用药 针剂施打之前 都会清楚告知病患 全部加起来 就像我们在医院 我们去开刀住院 你看一个刀也是十几万 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疗程 而不是说一支针 我们没办法的明确的跟病人讲说 我们的配方是什么 但是我一定会跟你讲说 这支针的症状是什么 可以治疗什么 诊所有近百年的历史 全台有三家分院 院长时常接受媒体采访 分享治疗脑中风的个案 虽然诊所站出来否认澄清 但卫生局仍要查个清楚 有没有像周刊所说的打黑心针 涉及医疗夸大不实 这部分调查中 如果认定违反医疗法 可除5万到25万罚还 一切等相关单位好好厘清 TVBS新闻顾首昌台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